主要的第一件事情 是我们要把这个内皮破裂的地方 这个进入的点 这个如果是在假形的主动物玻璃的话 通常会在上升主动物 要把它进入点这个地方的血管要切除 然后做人工血管的置换 那后面呢 它一路玻璃需不需要重接 那我们就是看它有没有实际上 影响到病患的脑部的灌流 还有下面的血管 有没有影响到它腹部的血管流 那有的医院的政策会比较 更积极一点 把这个整个主动物玻璃做置换 那这个目前在治疗指引上都是可行的 如果以新的主动物玻璃 像这个病患 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破孔 假枪的宽度呢 如果一开始就很宽 有破裂的危险 或者是说我们真枪这边的 这个玻璃已经造成的 我们刚刚讲的胸腹血管这边的 分支血管的这个灌流受到影响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在 这个下降主动脉这边 做支架的脂肪手术 也有复合式的手术 比如说我们在上升主动脉这边 做手术的时候 下降主动脉这边 也已经有影响 那我们就一并合并这边手术 加上这边的支架脂肪 或者现在也有前面是缝合式的 这个软人工血管 后面是支架的复合式的血管 也有这样的产品 我们可以来选择 再来一遍 Save用电液的血管 右边就把来的血管 再鼓猪 左边 再来就一遍 其实可以发布 这边可能是这个 这个灘子